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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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 我是童韦勋 我们今天 因为张老师北上 到立法院来开会 所以我想 我想要问他 因为他 也看了三体这个影集 Netflix三体这个影集 我推荐他去看的 对 没错 我今天最后我会讲 我为什么推荐他去看 那 我买了三体的 实体的小说 因为他现在其实 第一季才刚演完 他还有第二季跟第三季至少 因为我们不知道 他到底会拍多久了 但是 这本书其实还蛮复杂的 而且很多的天体的 或者是说讲外星 整个宇宙的结构的 很多的想象 其实很难拍的 可是他至少Netflix做到一点 就是说 比如说他群星闪烁 眨眼睛 就很多的现象他都拍出来了 所以接下来要拍更大的 那个星际战舰 这个要花非常非常多的预算 才有办法完成 好那所以我们先来说说 就是说张老师你看完这个影集之后 这是第一季嘛 对 你的感想是什么 好其实在这段时间 很多人在推荐三体刚开始 但是同学师很明显说 三体还不错 所以我就去看了 那我刚才看的时候 我就在想三体到底是什么东西 因为通常我都是先看英文的翻译 他叫做3 Problem of Body 然后将他翻译 因为我还是不懂了 所以我就开始去看他的故事 那刚开始他 我最喜欢他的开场 他是一个文革 然后那个 有点残忍的这样的开场 然后后来就转换到不同的 西方的场景 那其实会让我看得下去 因为通常我比较不看中国的东西 那看完之后 我觉得他实际 是让我可以看得出一部科幻片 然后从中国到西方 然后有不同的科学家 那我看完之后 再跟同意讨论说 所以三体到底是什么 OK 这个书呢 其实他已经出版了很久了 但完全没有注意到这个书 这个书最初出版的时候 是在2004还是06年吧 他2006年他就得到了 中国科幻银河奖的特别奖 所以如果从他真的完成这个录作 到现在其实已经将近20年了 可是将近20年中间 如果不是Next Piece去把它变成影集 我是不会去看这个书的 我完全对于中国的近代 现代的一些著作 也就是说有 中国共产党之后的这些书籍 我是完全没有兴趣的 因为其实落差很大 就是我们的思维 对不起 我们的思维跟认同 其实落差是很大的 就像张老师其实你是最初是外文系 对 所以你会阅读的是更多是西方的 西方的文学 我学的是法律 我更是要去学习西方的东西 是因为我们学的不是中国法治史 我们学的是西方的流入的这些法律 可能是海洋 可能是大陆法系 可是都跟中国法治一点关系都没有 所以因为学习的过程的关系 我们不是特别排斥他 可是其实我们在从高中到完全 完成台湾的大学的学业 我们要读很多的古文 所以因为有些古文的基础 像我的书架上面 其实除了外文书之外 我本科的这些外文的专业书籍之外 其实我很多是跟宗教相关的 所以像我有法相词典 这边有法相词典 就是因为要看懂这些金刚经 楞严经 这个是南卫星老师的著作 我甚至读圣经 所以我这里也有圣经 其实我认为很多东西是一里通百里通 所以这些东西其实有助于我们在 寻求人生的解答的时候 人为什么存在 人到底要追求什么 我觉得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我对于三体的最大的兴趣是因为 很多人在推荐说要看这个影集 那影集当然比你阅读书籍还要容易嘛 好像会比较快速一点 然后再来就是 产生的争议 因为三体拍摄到Netflix上映之后呢 其实有很多中国的读者反弹 所以我在看争议的过程中 才会触动我想要去看这个影集 看完影集之后 我又特别去听了有声书 然后我就觉得说我对于这个作者的写作技巧 以及他整个形成这个宇宙的结构 有好奇心 所以唯有阅读 直接阅读他的文字 才能理解他 整个写作的结构 但是我认为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标题 我认为他的整个写作是 有很多地方是完全是 可以前后呼应的 可是他有一个很大的bug 那这个bug就会完全无法解释了 这个bug就是你如何解释 台湾 不是台湾 你如何解释在地球上已经有外星 文明或是足迹的这个问题 比如说我们有飞碟 这个无法否认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这个宇宙一定有其他的星球 有其他的生命 那宇宙这么大对不对 那你今天在这个书的基本的结构就是认定说 没有 他就是我们离我们最近的一个 有生命的一个星体 然后对我们抱有敌意 有敌意的原因他也都完整的做了解释 然后离我们最近的就是三体人 那我们刚刚讲三体 其实他就在讲一个物理学的现象 就是我们知道像地球是一个很幸运的 幸福的一个太阳系 为什么我们只有一颗恒星 那一颗恒星抓着这些行星绕着他走 所以就会有日升日落 我们就会有一些俗语 就是说太阳永远有从东边起来 对不对 除非太阳从西边起来 否则就如何如何 可是三体他在讲什么 他就说很不幸的 有一个行星上面有一群这个生命 是三体人 他为什么叫他三体人 就是因为他们的那个行星系里面有三颗太阳 那这个故事其实我们在女娲 这种神话传奇故事也有 对不对 后翼射太阳 所以天上本来有九颗太阳 所以真的有可能就是说 在宇宙形成的洪荒初期 可能在大爆炸理论 如果真的有大爆炸理论的话 那么在散落的这些恒星 有可能他们好几颗恒星互相牵扯 然后抓住了几颗行星 那这几颗行星的命运就会很悲惨 因为三颗恒星抓着你 如果你一直被同一颗恒星稳定的抓的话 你还有日升日落 如果是三颗恒星轮流不断的抓着你的话 你可能一直都是日升完全没有日落 或者一直是日落没有日升 所以他们的文明一再的被摧毁 这个就是三体 那也解释的就是说他为什么要去移民到别的星球去 是因为他们的星球已经完全不适合生存了 不然他不会文明一再被摧毁 我说所以他这个有一个很大的bug 可是我为什么会推荐大家去看这个三体 这个影集 或者说我甚至如果觉得 你觉得你有足够的时间的话 我会建议大家去看书 是因为我认为这可以带来世界和平 好 那为什么可以带来世界和平 我们下一段进来 我记得到我数据 我认为这些人 都没有所有关系 那我认为这些人 都没有一个处理 我认为这些人 我认为这个人 我认为这些人 我认为这个人 我认为这个人 好 我们回到现场 我为什么觉得一本好的著作 有机会可以带来世界的和平 就像我其实以前说过 有一些天团有一些很好的歌手 比如说像吴岳天在中国也很受欢迎 那这样的歌手他创作的这些歌曲 其实如果可以得到很多人的共鸣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突破很多不必要的繁离 跟隔阂或是政治洗脑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战争呢 其实每一个人都一样 那因为你知道自己的苦痛快乐 跟你的哀愁或是爱情 不管怎么样你各种情绪 你可以去理解另外一个人类 或者说我们今天有共同的目标 因为有外星人要入侵了 所以我们有共同的目标 我们再也没有必要在地球上面爱恨情仇 而是为了地球的文明 我们必须要共同努力 那这种协力的过程 就会产生文明的融合 产生一个真正的人性的最大的光辉的一面 可以发挥出来 那回来我为什么认为说 一个好的著作或是一个好的天团 可以带来世界和平呢 因为三体虽然说一开始它要合理化 为什么会有人不断的想要去召唤外星人来地球 是因为他们对人性已经完全不带任何的期待 所以他们希望有人可以来统治地球 因为人类已经无法自救 基于这样的一个立场 那他要怎么合理化这样的立论 就是说怎么会有一个人脑洞大开 所以在第一季里面有两个很主要的灵魂人物 一个是粗浅的 他是一个从年轻的时候就希望可以保护动物 那他可能花一生的所有的精力去拯救 一种种类的物种而已 可能是某一种麻雀 他觉得他这一生就值得了 那因为他带着这样的一个使命感 所以当他继承到他父亲留下来的石油公司的时候 他有很大的资金 可以去完成他的各种愿望 他就想说他那个钱到底要花在哪里 然后他认识这个女主角 就第一季的时候这个女主角 她是一个物理学家天文学家的女儿 然后他的父亲在文革的时候被迫害死了 所以第一个他不相信一个社会制度 可是他又活在这个社会制度里面 然后受到各种的迫害 包括有人要他去签作证 同意就是再去指控他父亲 然后他不屈服 所以他被国家社会背叛了 再来他的爱情也被背叛了 因为他们他的意义上 实质意义上的初恋 给他一本外文书 然后后来被查操出来 因为他们那个知青下乡 在文革时期 然后被查操出来之后 没有人挺身的出 他永远就必须要自己面对 背黑锅 对不对 然后后来他因为他的长才 他的物理的这个长相 他写过的论文 所以被招揽进去一个 对外星 对太空发出讯号的这样的一个 很神秘的单位 去那边工作 又被里面的人背叛 所以他对于人性的 完全失去信心 我觉得在 不管是书籍 或者是影籍 其实就要大家很清楚 为什么他有一个 不是反社会人格而已 他是一个反人类人格 可是我可以剧透一下 就是到最终的时候 其实他有怀疑 自己这样的一个选择是不是对的 所以他留下一个伏笔 有机会可以拯救人类文明 可是这个拯救人类文明 不是让所有人都照着 现在的状态活下来 而是如果全人类 只要能够活下一个人 那就算是成功了 好文明能不能留下来 如果有一天人类的文明 地球要整个毁灭的时候 你到底要留下什么 一幅画吗 范骨的画 还是蒙娜丽莎的微笑 还是雕像 然后你要告诉大家 曾经有文明在这边存在 最好的方法是用什么东西做记录 用黄金唱片吗 刻板吗 还是黑胶唱片 那他们研究了半天 可能到最后是用 磕在石头上 把字磕在石头上 好那 所以我觉得很有趣的 为什么我认为 可以达到世界和平 就是因为 整本书在谈各种问题 可是就没有谈同毒 因为面对宇宙 然后整个地球要毁灭的时候 同毒还很重要吗 好 然后再来就是爱情重不重要 就是据说这个 我只有看过他这个著作了 据说这个作者 他叫做刘慈欣 这个名字听起来好像女性 其实不是 他是一位男的作者 那他的作品里面很少谈到爱情 可是他又有一线贯穿 从头 我可以剧透一下 从第一集到最后一集 一定有的一个东西就是爱情 而且是单恋 就是非常的悲伤 就是单恋 然后因为单恋所正面 所驱动的这个能量 付出很多 付出很多 然后还被背叛 可是他继续持续这样的一个爱 然后这样的爱 却让他们分隔在不同的心体 好不容易可以见面的时候 又再分隔两地 而且是非常漫长的时空的这个区隔 然后所以他们永远没有办法在一起 是这样的一个悲伤的爱情 成就了这整个故事 我觉得这也是挺有趣的 所以中国有一句古话就是说浮现千里 就是你埋下一条线 然后蛇 虫 就是他完全有一天你可以看得到那个脉络 所以我们以前看金庸的小说 也是一样嘛 他的那个脉络到某一天 那个人物又出来了 所以他处理很多的人物 对不对 所以我们其实在录之前 有跟张老师谈一个问题 就是你讲到尼矿的小说 对 因为上一次我看中国的科幻小说 就是尼矿的小说 那所以我很喜欢看尼矿的小说 就每一本我都看过 可是他不会让我觉得那个是一个 通常我们讲外星人都会想到是国外的事情 跟中国没关系 虽然是一个中国人写的 那看就是觉得这个好有趣 可是这一次我看他的时候 他也是一个中国人写出来的科幻小说 但我觉得他没有很中国 除了前面无隔那些故事 对 所以我觉得这本小说写的让我觉得 他看得下去好看 他讲的是一个让我 本来就是一个外星的故事 外星人的故事 然后像你刚刚在分享那个爱情 我觉得他的这个爱情是很中国的 因为通常老外在表达阿姨不会长那么深 不会长那么深 对然后要讲不讲的 然后宁愿牺牲自己成亲 可是next week必须要用西方人来演 这个事情也蛮有趣的 就是说西方人其实不会这样子 有暗恋的方式 然后从头到尾都不讲 对啊 ok好所以呢 我为什么还是认为说 这样的著作 以这样的作者如果更多的话 其实有助于世界和平 因为他让你的眼睛 对 移开了你现在所看到的世界 所以他有 他收获了一个粉丝 这个粉丝是前美国总统欧巴马 欧巴马在看这个小说之后 他其实有发表过他的想法 因为这个小说后来翻译成英文 他有办法阅读英文版嘛 所以他觉得说我们在每一天的事物里面 他说他非常无聊 就是跟国会在谈一些非常事物性的事情 可是看书可以让他短暂逃离现实社会 然后看向外太空 他会有很多很多的想象 所以这是放下眼前的一些烦恼 然后可以短暂逃避 所以看书其实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可是其实他也可以提升大家 就是说当你遇到烦忧 或是要做重要的抉择的时候 其实不妨躺下来看星星 找一个地方躺下来看星星 塔塔加安部躺下来看星星 是可以看得非常清楚的 因为完全没有光害 跟大家推荐一个地点 所以我看到即使是中国的读者 在看这本书的时候 他们的发表的心得 我觉得是 这个是我最好奇的 有兴趣的 一样 就是所有人都开阔星雄 看到一个更大的格局 因此这位作者叫刘慈欣 我认为除了这个 我一开始说的 这本书有一个最大的bug 就是他没有解决 就是说 他认为离人类最近的一个文明 或是有生命体存在的是三体人 而且他从头到尾 没有告诉你三体人长什么样子 好 那就这样的一个情况 他没有办法解释 其实我们已经看到飞碟 好对不对 我们其实除了三体人之外 一定还有不同层次的文明存在 而且是越高层次 你越不了解他 到底是什么样一个存在 然后我觉得可以用佛教 尤其圣洋摩尼佛 他在佛经里面所讲的东西 来做整个的种注解 好 所以下一段进来 我来这个 这个可能会有剧透 会有雷点 可是 有你看得懂的 也不是我看得懂 因为我觉得 我对东西好奇 所以我觉得 大家可以来听听看 我的解构是不是有道理 OK好 这本活出两倍的人生 书名也就是张恒彦教授 与童文勋律师 对自己及对在人生道路上 遭逢艰难考验的 难友们的期许 能走出过去 迎向未来 为逝去的亲人们 多活一点 多付出一点 活出两倍的人生 坚强的人 只是把悲伤藏得比较深 但再生的悲伤 也总是必须面对 处理 甚至放下 我们用旅行的心情来说 属于自己的心事 属于自己的故事 这本书是描述我们 照护家人 送走自亲的心情日记 但也是如何使用 长照资源 法律尝试的交战手册 我们打从心底 希望你用不上 但若有一天 你找不到 面对伤痛的答案 这本书或许可以在黑暗中 提供一盏烛光 一点描运 好我们回到现场 所以刘慈欣这位作者 其实他现在已经是 中国非常知名的作家 然后他也因为创作 所以变成中国的高收入的 非常高收入的作家 可是据说他刚刚最初 把这个剧本卖掉的时候 整个著作的版权卖掉的时候 卖非常的便宜 好那这个就姑且不论 这个等于是花边了 那可是他一举 由他一个人的想象力跟能力 他把中国的科幻小说的水平 拉到全世界的水平 他把他一举推上那个位置 所以没有办法被否认 可是为什么他有 这样大的一个基础跟能量 让西方的读者也非常的惊艳 我认为这个不是 他个人的一个创建 而是因为佛教 在中国是一个 已经流传了 从唐代到现在已经非常长久了 所以要知道宇宙观跟世界观 不是透过爱因斯坦去了解他 或是物理天文去了解他 而是可能由佛陀他的观察 他看到的世界以及会发生什么现象 其实他已经告诉你答案 事后这些科学家只是一步一步在 我们发现更多的科技的时候 科技不是发明的 科技是被发现 那他们在发现这些事实跟现象的时候 可以去印证佛陀的 已经告诉我们他的真知灼见 就是宇宙会不断的发生沉住坏灭 沉住坏灭 所以一开始三体在讲什么呢 就是人类无法怎么样自救 所以这个宇宙已经到了沉住坏灭的哪一个阶段 坏 坏要到灭 就是坏 那坏 所以在这个层次上面 就从坏的这个层次面上呢 有很多不同的层次人想要设法解决问题 把他救回来 可是救不回来 那所以地球上面就有人幻想 就是说那是不是可以找到更高 比我们更高一点就好了 更高文明的这个星球 以及文明来拯救台湾 拯救地球 老是想要讲台湾 太本位主义了 好来拯救地球 好 可是他忘记了就是说 但是也看不到没有办法 因为有真正回应他们广播的就是三体人 这是最近的 所以就直接产生互动了 可是绝无从来没有想到就是说这个还有更高层次的文明啊 他未必是善意的啊 他正在不断的在清理垃圾 他要从整个宇宙 他让他看到这个只要有文明的活动的机箱的话 他就把它毁灭 那毁灭的方法是这个书里面想象出来的一个东西 叫做二相伯 二相伯就是他把三维 变成二维的世界 那是不是全部都摧毁了 那什么叫做三维变成二维 就像一块波罗没有把他压扁 对对对对 我们以前卡罗里面看到就是说 那个猫啊跟老鼠有没有 那个Tom and Jerry对不对 他就不断的把他压扁 然后被门压扁啊 就是从三维变成二维 好那这是透过技术把三维变成二维 就是所有的生命通常都被摧毁了 我们变成一幅画 而且以前我们那个挤电梯 不要再挤进来 电梯应该人员之间有一个空间 你等下一班就好 他非要挤进来 不要再挤了再挤就变相片了 就是这个意思 好那 所以有这种宇宙亲道夫 在这个小说里面 这个宇宙亲道夫叫做歌者 唱歌的人 为什么 因为他一边在执行这个可怕的任务 一边唱着歌 那他是一个孤独的亲道夫 因为他们坐在他的那个航空器上面 去执行这种到处去找 然后去摧毁 那个在清理这个宇宙的时候 因为已经到沉住坏灭的坏的这个程度了 如果在任由这个宇宙继续下去的话 就是灭了 那灭的话是所有的生命体通通要重来 因为只要在这个宇宙里面的所有生命都要重来 所以有人在做拯救的工作 有人在做清理的工作 有人还在明争暗斗 我为了要活下来所以我去侵占别人的地球 讲地球就是一个标底 侵占别人的星球这样子 这整个故事是完全可以从你看三部曲 他可以从第一天到最后一天其实都完全呼应 那这样的脑袋是很不容易的 我猜想他有一个很大的一面墙 在把不同的元素写上去之后 然后到最后要把它怎么写起来 然后什么元素已经处理完了 什么元素还没有处理 这个绝对是一个非常浩大的工程 如果这部著作是作者独立完成的话 我真的觉得他的脑洞实在是太大了 很厉害 所以为什么我觉得可以达到世界和平 还是呼应我上一段讲的 就是有很多人的脑力可以一力去完成 被洗脑的很多的这个问题 可是其实这本书虽然在全世界得到很多的回响 他已经卖掉了三千多万本 这样一套书卖掉三千多万本 其实很难 很少人有办法达到这样的一个这个效果 应该除了圣经之外 应该是很少这样的数量的这个书籍 可是毕竟他里面讲了很多的物理学的东西 所以不是所有人都有办法理解他 但是如果以他在中国受欢迎的程度的话 至少在知识分子圈或是受过 基本的这个大学高等教育的人应该都可以理解 都可以 你可以完全不去思考物理学的这个基础 可是你如果说从佛陀佛教的这个经典 在讲说这个宇宙就是不断的沉住坏灭 就可以理解他怎么完成这套著作 好 那已经坏了嘛 到最后要灭对不对 所以真的是灭掉了 所以他在讲地球的时候到最后 我们先跟大家继续投一下 就是地球到最后真的被摧毁了 三体文明也完全被摧毁了 所以 地球文明到最后变成是新建文明 变成到新建的这个阶段 有人逃出去了 但是为数不多 可是如果透过时间的这个演变 是不是有可能这个文明还要 还在别的地方可以再重生 或是在新建上面可以维系这样子 然后这个过程就有很多人 展展展现一个人性的光辉的地方 就是他有远见 然后他不被世俗所理解 可是他人执着的去完成 一定一个人是独立去完成 他应该要完成的工作 留下文明留下至少一个活口 一个人活就全部的人都活了 这样的观念 就是成就不一定在我 我未必要救我的家人救我自己 可是只要有一个地球人活了 我们的文明就可以 Carry on Carry on 对 好这个就是非常高尚的情操 对不对 好然后再来就是 最后面对灭的这个阶段的时候 有一个很有趣的 就是佛陀讲的那个戒指世界 就是在伊丽莎里面有一个大千世界 好那在这个故事的最后就处理到这个 就是宇宙要坏掉了 那怎么办 就是小宇宙 所以也许我们去大的宇宙很浩瀚 去找答案未必是对的 而是这个戒指世界本来就在每一个人身上 这很难想像对不对 那你在读佛经的时候 其实有很多这样的故事 你如果脑洞也够大开的话 你其实也可以融入这样一个分析 好那他用物理的解释 解释怎么进入一个这种小宇宙 然后之后再坏灭灭的这个阶段要重生 沉又到了沉住外面这个一个轮回的时候 怎么样这个生命又回到了沉 所以沉住外面是一个不断的轮回 那生命到底为什么 活着到底 人为什么会有人类 人活着到底会要什么 找到本我吗 其实在整个沉住外面里面 去考验我们的人性 这是我认为 你有没有提升 还是你在面临抉择的时候 你做了一个错误的抉择 所以生命的光辉 比如说我们在其中一段 就是他要去这个 他知道三铁人会摧毁当时的地球的文明 排出一列的这个战舰 他为了维系 可以挽救部分的地球人 所以他hijack 就是他去绑架这个战舰 截击等于是这样子 他为什么要去做截击的动作 这个舰长为什么要去做截击的动作 就是他要远见 可是真的关键的时候 他又愿意牺牲他自己 所以这个就是 我觉得就是人活着为什么 就是在这个关键里面 他实现了他这个生命能够做到的 而不是活着然后死了 然后或者是你积累了很多的财物有什么用 所以在面对整个地球的文明 势必有一天会毁灭 这样的一个大的前提之下 有的人可能还是寻求短暂的快乐 反正也许是四百年后 外星人才会到达 要来 康克你的外星的舰队才会到达 心胸会比较开阔 我觉得你就可以想一想你下了山之后 你还要不要对于 家里的问题 或是跟这个 配偶的关系 男女朋友的关系 或是子女父母的关系 还要弄得那么紧绷 觉得自己很渺小也对 对 你就可以把很多事情看淡或是放下 可是不是代表你不负责任 对 还是要扛起责任来 可是 你就有办法再深吸一口气 然后继续面对 世俗的世界的所有的问题 然后也可以举重若轻 这是我认为这个作者他可以达到的一个 难以想象的高度 而且这是小说 对不对 你不需要很高深的理论 但是你有没有办法 协助大家走出没有必要的 人与人之间的纠纷 互相尊重 知道生命的宝贵 我没有看书 你讲完我会更想要把这本书看完 因为电影我也很佩服那个编剧 可以把这样子的书 通常书跟电影的差别 就是你visualize它 而且对话非常的精准 不可能也那么长 所以当然我觉得 那我想要谈谈 好 所以我们今天 彻者张老师在台北的时候 我们来录了这个讲三题 就是我们的题目是三题最大的bug是什么 但是我们也解构了他 我认为了 可是作者会不会会同意 但是我看到就是 他在谈沉住坏灭 然后用物理学的一些现象 但是从物理学校的角度 有一些理论未必是真的 对 但是很有趣 对 就是大家可以扩大一个想象的空间 好 那今天我们隔壁在施工 所以会有一些噪音 我们就不要录的太长了 好 谢谢大家 我们下一集见 拜拜 拜拜 新书出版 活出两倍的人生 张恒彦博士与童文勋律师合著 第一本长照的叫赞手册 让您在长照的路上不慌乱 充容活出两倍的人生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感谢